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我们平常在家拖地的时候 如果直接用清水拖,等于白拖 地板不光拖得不干净 同时拖完以后,上面还有非常多的水字以及污垢 今天呢,猫妮要给大家分享一招 居家拖地非常实用的小麦招 教大家对一碗清洁液 用它来拖地的话 不光能够将地板拖得干干净净 同时拖完以后,没有水字 过一周都不沾灰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咱们平时拖完地以后,地板丝哒哒的 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 很容易滑倒 并且脏的地方依然非常脏 要不了多久又沾了很多灰 拖地的水才是关键 如果只用清水拖,等于白拖 接下来,分享我平常拖地最常使用到的方法 教大家对一碗清洁水 用它拖地,地板干得快,一周不沾灰 首先,在盆中加入一小勺食盐 食盐不光能够杀菌消毒 同时还具有素干的特点 拖完的地面不留水字 加入一滴洗发水 如果没有洗发水,可以用护发素或洗液来替代 因为洗发水中还有柔顺剂的成分 用它来拖地,地板不容易起静电 不易沾灰 同时拖完以后也不容易打滑 另外,如果地板油污很重 特别像厨房地板有很多顽固油渍 咱们可以加入一滴洗洁精 能够很好去除油污 最后,再滴上几滴花露水 花露水拖完地以后 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如果是夏季还能有效的预防蚊虫 所有清洁材料准备完毕以后 现在我们来加水 加水的时候不要加冷水 加入30度左右的温水 用温水加上食盐来拖地 地面会干得非常的快 而且地板会拖得很干净 现在我们将整个拖板浸湿 咱们用这盆清洁水来拖地 拖得非常的轻松 不用担心地面拖完以后 又被踩脏 水自干得快 不留水印 保持一周都不沾灰 不用天天拖地了 拖完以后地板光洁如新 是不是特别干净呢 另外,如果是木地板 就不能用以上的清洁液 因为木地板接触了化学物品以后 容易腐蚀地板 清洁方法非常简单 可以准备家里发酵了一夜的淘米水 因为淘米水经过发酵以后 会形成一种天然的固化剂 此时我们用来拖木地板 不光能够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保养作用 防止地板开裂 拖地不要只用清水 不管是拖木地板还是瓷砖 用我分享的好方法 都能将它拖得干干净净 怎么样 今天Morning给大家分享的 这一招拖地的好方法还不错吧 下一次拖地的时候 不妨用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能够将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净 一点锤子污垢都没有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我是猫灵 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